大家看一下这个三角梅长得不错 然后现在准备把这些抓出来了 给它修剪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我给它修剪一下 还有这一个你看太长了 给它剪掉 然后这个 给它修剪一下太长了 这方都没用 差不多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慧 有许多那个网友私信我说 比如说这个盆栽 还有那个 这个 这种了很多 蔬菜水果类似的 就是因为 很多原因 就是有时候绑 然后忘记了浇水 然后很容易造 造成这些 蔬菜盆栽 那个干枯死掉 对这个问题 我也敢 研究了很多天 然后现在有一个办法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经过我这几天自己来 做这个实验哈 然后 感觉这个效果 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 就分享给大家哈 来 往下看 来 比如说我们这盆 种了这盆 草莓哈 然后就是有时候 你没时间 给它浇水 然后造成它 干枯 干枯死掉 然后 现在就 你们就在家里 随便找一个托盆 或者网上买的 也可以 然后找一下这种盆子 然后给它垫在这下面 这样子 这样子看到了吗 这样子 然后 给它先把这盆里面的水 给它浇透 这样子给它浇透 给草莓先浇透 然后呢 最后再把这个 托盆的水 给它浇板 给它浇板 这样子一来哈 这里面的水 至少可以 可以保持那个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里 左右 然后 比如说你们是 有时候上班 有时候容易忘记的话 这样子是 挺方便的一个方法 然后才不会说 有时候忘记了 导致这个 里面的盆栽 比如说水果 蔬菜类似的 会造成这个 干枯死掉 但是这个方法 就不会 好用 这个方法 主要维持最长的时间 就是一个星期嘛 然后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就在四天 四天就给它 就给这个 托盘里面的水 加板 然后把 田仔里面的 植物 水果 什么之类的 给它浇透 比如说你有时间的话 两天 两天就给 托盘里面的水 给浇板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 不用给它浇水 这个方法 不会导致里面 这个根 给腐烂掉 然后这个 它里面 有这个泥土 如果里面 太干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 托盆里面的水 给吸收上去 然后不会导致说 里面的那个 根给腐烂掉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话 我们在疫苗时间 都会用这种 比较小的花盆 那里面装的土 比较少 所以说 一般 我们要 放在阳光下 它才会长得 比较快 所以说 如果我们 忘记浇水的话 它很容易 干枯死掉 这样 我们也可以 用这种方法 找一个托盆 里面给它 放点水 这样子的话 它才不会说 导致那个 干枯死掉 同样 也会长得比较快 这个方法 我试了 很多次了 挺好用的 以上的方法 我自己试了 感觉挺不错的 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然后这期的视频 就先拍到这里 我还有点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